女大要不要当婚呢 不当婚的话 女的要不要生孩子呢 什么时候 这专家是老徐啊 老生常常常 你跟我们讲讲女生常常 这事怎么看呢 从我三十出头开始吧 就开始不停的 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 这个话题好像 到现在我已经觉得 简直这个话题都很可笑了 这有什么可聊的 愿意干嘛干嘛呗 那如果哪种情况下 女孩要结婚呢 其实我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结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们列了一些理由 比如给孩子上户口 这个我认为是我最能接受的理由 因为这个牵扯到 一个社会的法律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你孩子将来要没户口 这可能是个问题吧 但是这个应该改的是法律 还是改的是这个婚姻 我当然觉得应该改的是法律了 当然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 剩下的就比如说老了有一个伴 那我们说的狠点 那就是老了有伴 那那伴最好是死在你 死的比你晚 死的比你早 死的比你晚 或者还得比看 他得比你身体好 所以他才能照顾你 能把相处办成体面 逻辑上 就我们很理性地说 这是个逻辑吗 那比如说有人说 我有可以有一个靠山 那好 那你给你老公好啊 他真的能成为你的靠山 你有心里话可以跟他说 他永远站在你这边呢 那也得分人 你也得婚姻的关系 真的很好 是可以达到这些的 剩下还有什么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不说我了 对 也其实真的想起来这些问题 我觉得不太经得起推桥 真的 但是你们刚才讲的 让我也是心生羡慕啊 就是说女的好像还有一条退路 但是这个退路呢 有时候在他们看来 也是一个最大的绝路 就是说这个婚姻 藏着最大的危险 就是说我不想工作了 然后那我去结个婚 对吧 我给你们看一段 挺有意思的脱口秀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啊 美国的一个 其实这个女的相当强 她原来写情景喜剧的 这个编剧 是个大肚婆 然后呢 她来一段脱口秀 其实她并不是主张 女的回到家里 你明白吧 她这个 你看完了她这个结尾 她是一种反讽的角度来说 我也不是说就是 我们进可供退可守 就一定是退到 所谓的婚姻里面 我说的是退到个人自己 从事一些个人的工作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对 但是呢 你没想到有一点 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有些女的 就是 就我跟你说 这个脱口秀这里边 这女的 她讲的好像是说 女的回回家庭 闲着的好处 但是呢 实际上你看 她同样讲的是这个内容 可是这个女的讲话的范儿 让我觉得她是个自由的灵魂 她不是受任何男尊女 被观念压制下做出的 你可以看这一段 挺有意思的 这是开玩笑的 这是开玩笑 她比较幽默 而且呢 你知道 我就觉得她说的挺逗啊 但是她这个特别巧妙 她到最后结尾 她说她调了个哈佛商学院的 也优质了丈夫 对吧 然后呢 她这个最后结尾这一下 她说呀 她说结果真结了婚 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这哈佛商学院的老公啊 原来是个负债七万美元呢 还要我出来做特口秀 替她还债 你看她这个结尾时机 就说出了一种 我觉得有的 说实在话 我身边我觉得就有些女孩 你承认不承认 有的女的 她就爱在家里待着 或者说 她就爱歇着嘛 喜欢做家里这些事情 或者是向父教子 她觉得很安全很空闲很幸福 但是唯有就是这样 男人要是变了心 就是你没有收入 你没有也跟社会隔绝了多年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是觉得 我说的意思是说 你要先给自己正道 你可以 养活自己 对退的那个 我不是说从一上来 咱们就那种 当然有人这样 想这样选择我也没意见了 我说的意思还是说 在大学毕业内 有一段时间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 就是说我要怎么 能在未来实现 我想要的那个退的自由 其实是这种 所以很多人他结婚了 为什么结婚 跟同居不太一样 就结婚也说是有一个法律保障 当然各个国家情况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 有的国家可能有公民连结 那么这种情况 它的好处就是 它容易让你有一个保障 就比如说我的 你太豪爽了 我也给你去点 你比如说财产要均分 然后你要散费 这是法律制度来保障 但我觉得不只是财产上 就是当你比如说一结婚 然后你就进入到一个家庭 你全部的心思 就是你的自我实现的目标 全在男性身上 有一天突然崩塌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结了婚 离了婚还能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 而是当你把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期待 希望和全部自我实现的目标 都放在对方身上 你对对方的离开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世界观 整个的摧毁 可是家庭主妇并不是像我们说 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结了婚之后 就一门心思就在那个丈夫身上 并不是这样 家庭主妇 有家庭主妇的精彩生活的 我举例子 比如说你常去日本 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本女人 日本女人有一个 我注意到她们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在国外旅行 有没有发现很多日本太太团 女性专用 女性的 对 她很多女人是怎么样 日本男人女人 平常我们觉得男尊女卑 但是一旦男人到了退休年纪 回到家的时候 那个男人很悲惨 因为她整辈子的生活 她朋友圈交际往来都在工作 都在职场 她一离开工作 她什么都不是 相反的 女人在那几十年主妇生涯 她有一堆朋友 于是男女都老了之后 你会发现日本女人 是女的成群结队 一堆老太太 土耳其看到她们 对 在那到处去旅行 追星的还 对啊 追星的还 组队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没错 没错 那做她的那个模范妻子的时候 日本还有那个叫皱颜妻呢 是吧 出个轨 老公工作的时候 她白天还出个轨 对 我也挺 你怎么这么兴奋 下午三点到五点出轨时间 对 日本有那种女性专用 那种红灯区 专门就是给很多 就是给主妇去 没错 慰藉一下 真的 多好 那真是 在中国还是不是吧 我觉得很多女性的目标 关键是很多这个女性 她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就她的目标 如果说她这个价值观 还没形成的时候 她就进到一个家庭当中 她的目标真的就是老公 说爱我一辈子就爱我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还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太正确 其实人还是应该 首先自私一点 就是爱自己一点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最 当然就是对别人也好啊 什么这些也很重要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自私 和爱自己的这个前提的话 所有外部的东西 它都是有可能给你 或者不给你 只有自己的东西 是我就在这儿 要先爱自己 就不自私 就是自爱 但是她有些事 离不开男人的合作 你比如说生孩子 对吧 这事我们就缺乏体会 但是就按照刚才列的理由 我发现今天很多女孩 也就是说 结婚真正必要的理由是什么 好像在中国就意味着 就是生孩子总要结婚 生孩子不一定要结婚 这是完全法律问题 对啊 就如果我们国家的法律 比如说 因为现在你刚刚说上户口 这是绑在一起 但假如没有这么绑定的话 就不一样 尤其今天中国 你说来看 现在不是要鼓吹生育吗 今天中国不是说 人口出现危机了吗 可以生二胎了 可以生二胎吗 然后再认 我觉得接下来 很有可能会放开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户籍制度 因为这种户籍制度 是逼着大家 要生孩子必先结婚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 可能不想结婚 你又不想结婚 但是大家政府 或者制造政府 很盼他生孩子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在法律让步 就非婚生子女 想说一样 是 哎 对 那你要说的这个生育 我觉得这专家又在这了 是吧 就是我就说 咱 你又是生育专家 就上次聊过 我知道 咱冻那个卵子 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呢 还还活着呢 我男朋友 就是我男朋友 他爸有时候会说说 哎 你把我孙子冻在冰箱 以他们挺冷的 哎呦 你你你常去看望他吧 我从来没看过 我看过照片 哎 对 但是我那天看着一个 哪个医学院的那个医生讲啊 说你这种动卵的方式啊 嗯 其实将来真正能够成功的 嗯 生出一个孩子的概率 15个% 对 也不是特别高 15到20个百分 就15%到20 对 15%到20 好多个 要存好几个吧 15%到20是能生还是不能生 能生能生出来的 所以几率率没有很高啊 对 是平均来说15到20 嗯 但是也许我就80%呢 也许有的人就0%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是要带 就是 是说肚子还是你自己的肚子吗 将来 不不不 不一定 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 我不太会自己 嗯 找一肚子 天哪 这很正常 我身边很多人这样啊 双胞胎三胞胎全都有 很多很多 还不是 对 不是说少数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自从我做了那个以后 我觉得那个医院 应该给我分红 很多 我很多朋友都去那边做 但你这个估计暂时 你在国内还不行 国内是它有法律 好像就是如果你没有结婚 你是不可以做这种冷冻的 国内好像对这种代孕啊 冻暖的现在好像还是管理 就是法律特别严 不是商业的也不行 你必须是结婚 然后证明双方 对 我也去问过 好像说那个金子银行 我说这个能不能借个金子啊 他说这个得是结婚 而且证明是没有办法生育的 才可以借金子 我说你们俩都什么路子 一个冻暖一个找金子 我们男的 我觉得这是很多一种可能性啊 给自己 因为到今天 现在此时此刻你问我 我还是不想要小孩 但是我得给自己有一个 我有可能有小孩的 万一呢这人都会变的 你说你三十岁二十多岁怎么想 三十多岁怎么想 谁知道我四十五是不是那个 拼命就不行 我打死都得咬一孩子那种人 真的很难说 所以你别看徐静雷这个表面上 大嘴咧咧的 对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啊 实际上是很周密的 就是他老说 你看前有进路后有退路 他就是打算的挺靠谱的 比如说如果是让我我就做不到 因为我总觉得有些决定做了 做了之后也许错了 那就回不了头就不要回头了 也不要后悔了 我往往是宁愿这样想 我对自己没有像文道老师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是经过过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有过一想法 也想觉得是应该结婚啊生孩子 那是我认为我第一选择的路 到三十岁发现不这么想了 到三十五岁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真的不敢保证 就是而且我可以就是能不后悔 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坚决的让自己不后悔的这个想法呢 所以我先背着 但是所以我就发现呢 这个女人们之间想法差异非常大 你比如说我们讨论这事儿 一说徐静蕾就把榜样 但是呢有一女孩就说 她说我觉得这个徐老师啊 她要照我的想法实际上是什么 她肯定年轻的时候也是想结婚 主要是因为就说是遇到种种问题 比如说对这个失望了 然后呢好像给自己找个理由 说我就不爱结婚 我觉得不是 童年那小时候对我影响没有那么大 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思想升华了 我现在反过头来想过去 真的就是其实是受什么影响 全是小时候看的那些小说啊 电视剧啊 就认为生活就是这样 连我爸我妈都没跟我这样讲过 我为什么有这种思想 全是因为看我们小时候是看穷瑶 穷瑶我真的拿着什么 对类似那种 然后就给自己形成一个概念 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生活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那个不是我的独立思考 是我受我的教育的和自己看 不是教育了 这个文化影响 对 对 所以反正 其实我觉得穷瑶真的是 而且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身经验的囚徒 就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就是你看到这个未婚的女性和已婚的女性 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愉悦和友好的对话 就是因为双方都陷入对彼此生活方式的不满当中 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然后我觉得我才是幸福的 那就是个人都是个人生活经验的囚徒 我觉得尤其是对女性来说 或许反过来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不幸的 对对对 我反正就是一直我的言论其实并不是不婚主义者 我是觉得谁自己愿意干嘛就干嘛 你想要结婚你觉得结婚幸福我就恭喜你 你去结婚我也送你礼物啊什么这些 每个人就过自己觉得高兴 没必要拿自己当一标准去评价别人 也没必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肖文大人说 反正结婚不结婚你们都会后悔的 你活着就会后悔的 你临死前说不定后悔一生呢 对 他讲的我觉得特别对 我就是说生活是非常具体的 就包括世界上每一对男女之间 他们相处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要照我说将来有一天 男女充分解放了的那一天 都是自由的灵魂的那一天 你去看男女一样还会有 有的是男主外女主内 有的是控制与被控制 有的你比如说我就挺希望找一女的有主意的 因为我要选择困难症 对吧 我买上鞋也得想三天 我就希望赖在她身上 什么真的 我特希望找一由徐静雷这样的 不是 不是我是说 就是我希望什么事都问问这女的 我就是这样没主意的人 那么你说这里边 就你很自信 你敢说出这种 有些很多男人其实没有你这个自信 他觉得不行我都得扛着 其实心里也是你这么想的 他只是他没有自信这样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我这样说出来显得我弱 或显得我没主意 但其实又怎么了呢 你反而说出来 我觉得你这人超自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奇怪 就现在不是说越来越多女性选择过单身的生活吗 不只不结婚 甚至是一个 不不同居是一个单身生活 我觉得 大家都在把这个当成一个现象来讨论 恋爱什么 恋爱但是不同居 或者不一定稳定的恋爱 那么好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那女的为什么不结婚 但我越来越觉得 其实真正需要婚姻的 我所遭遇到的人里面 反而是男人 我觉得 其实婚姻里男的是 是一点都不吃亏的 绝对不吃亏 而且是近瞻好处 我觉得是 我也这么觉得 是吗 不 而且 是男人需要婚姻 而且有调查 离了婚的男的活的短 离了婚的女人活的长 我是觉得 女人还是得单身 我是觉得社会 其实这点上有点不公平 比如我会这样觉得 就是比如说 哪个朋友说他要结婚 我是很祝福他的 我觉得这是 不是结婚本身 而是说你觉得幸福 所以我祝福你 对吧 怎么到了我们这儿 我觉得这样幸福 都不祝福我们了 全都说 你怎么还不结婚 还有或者像你那朋友说 他一定是收获什么 或者是没有人跟他结婚 为什么全这样 太悲惨了 其实这个反过来 是对我们的不公平吧 我们都对别人很公平 你只要觉得幸福 你想干嘛就干嘛 邓轮涛 你叫几个女朋友 都无所谓 除非我站在 你女朋友的角度 你觉得王八蛋 你不能叫好的女朋友 其实我们都尊重别人的选择 这样不行吗 就一定要用一个标准要求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甚至性别 我不了解的 会不会作为女的 她会有那么一个 咱就说比如说怕老 男的我感觉不明显 就是女的 比如说到了四十岁 五十岁 她会不会还是有一颗少女的心 但是她必然会看到 如果我跟一个蒋方舟在一块 年轻漂亮在一块 男人们似乎看她的眼光 比看我多 街上的回头绿 这些对女的没影响吗 我觉得除非是你自己觉得美和年轻 是你自己最大的优点 还有你那个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就那么肤浅 就认为那个年轻漫威才是重要 除非是这样 否则你不会 她还不光是一个老公或者男朋友 而是一个女的 我现在发现很多女的 她把这个评价标准放在 她希望所有的男的都对她行注目礼 就周围就像她年轻漂亮的时候 所有就像很多明星 她活得很累 对这是有问题 所以这就刚才想说的 就是谁绑架了我们 社会没有绑架 我们父母也没有绑架 我们自己在绑架自己 因为你活在别人的想法当中 但有一点真的就是我记忆里 还挺惊悚的一个就是画面了 当然这个我从理智上很明显的 就是告诉我不应该这么想 但时间还这么想 就我之前也是看我的一个 一个前辈吧 她大概60岁 然后和她的这个 她是一个反正也非常体面 然后穿得也都非常的好 然后长得你就觉得是一个 依然有这个性别特征 和有性吸引力的一个男性 然后她的太太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 你在公交车上和地铁会让座的老太太 就是没有 没有性吸引 就这个我当然知道这个理性上 我知道当然都很美 同样的年纪各个都美 但是就是这个感性上那个画面 我几年前看到这个画面 给我非常大的刺激 就是说一个依然有 男生她是依然 你说她在交年轻的女朋友 她有这个性 依然有性的魅力 但她同龄的她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真的是你会去服务她 她的老太太没有 你也不了解别人的性 我问你 比如说你在乎不在乎 作为一个女性 你对于异性的性吸引力 能不能一直保持在很高的一个荷尔蒙 或者水准上 我不能当一个准则 因为我肯定是不在乎 因为我是偶像剧演员出身来着 然后从小就受到很多人 然后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样很累 我又不着全世界都爱我 我爱的那个人爱我就行了 其他人爱我 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你拒绝人家吧 你还得特别小心地拒绝别人 对不对 多累啊 对 再活不住 再活不住 再出一轨什么的 更麻烦 对 因为你就又不能想着 不能伤害别人 你要尊重别人 对你的这份感情 对不对 其实反而挺累 但是 所以我不能当成一个正常的例子 你让我说 我肯定是觉得这样 我不需要 我爱的那人爱我 对我来说就一百分 其他人都是累 对不对 他想明白了 但是你比如说 像他说的这种观念 方舟 你看你最初比他还小 你能接受吗 就是说我现在先玩着 我生孩子的事 我给我自己找条后路 就觉得这是保汉子 就不知道恶汉子鸡 就是对我来说 我还是属于在两性市场 我刚刚也是 还在被挑选的过程中 所以你让我想象一个已经是你知道 我听说 我带过你 我偶像剧里面 真的 没有一些市场 这怎么像人肉市场 差不多 你不要这样想 真的 什么叫你被挑选的 是你挑选他们 有几个能配得上你的呀 你想想 嘿 这也想 我出你的漂亮 你昨天多立志啊 多震能量啊 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你今天坐在这儿 我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出来 你认为你是被挑选 这是为什么呀 对啊 你好像是在等点灯一样 对啊 你讲的 怎么干嘛那么自卑啊 真的 你真的这么想 你为什么认真的这么想 而且我也想很好奇 你知道他常去相亲 对 对他是相亲史啊 对他喜欢相亲 对 你那么喜欢相亲 或者人家期待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 就以后 有没有机会 会过单身生活呢 或者你觉得 那是不可靠的生活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我不畏惧这一点 但还是说这个 至少现在第一诉求 是生孩子 然后呢 生孩子希望他童年 有非常健全的男性形象 不管这个是丈夫 还是男朋友 怎么定义吧 有健全和完整的男性形象 就到目前依然是 第一选择 但是也做好了准备 说有可能 暂时采访我的时候 蒋方舟冒号40岁 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就也做好了 这种心理准备 就这个画面感觉上的强 所以就都可以 但是现在第一选择 这是我有时候 经常会想不明白的事情 因为在我看来 社会已经进步到2017年了 但是比如说他这么漂亮 又自己很能干的一个女孩 他也会这么想 我真的会有点想不明白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想体验生活 对 如果体验生活可以 还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怕孤独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伴侣 像你本身是一个作家 我也不怕孤独 你也不怕孤独 那 我跟你说有一个理由 其实2017年 人还是变了 跟我们这个岁数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有点机会接触一些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当然咱们说女性任何事都不能一杆子打一传人 是我接触的一部分女生 我发现她们一般其实就是人活着都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是说我什么行啊 我要有个存在感嘛 对吧 这些一个班里的女生 你看出去一开始都奔事业 希望出人头地 希望能够干出点什么 但是呢 她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就是说工作你也没找着 或者说工作也不怎么样 或者说迟迟没有成名成家 就是一开始现在的女孩倒也是父母独生子女培养 是想干点出人头地 但是出人头地这条路堵死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们有些人出现一个行为 就是结婚 就是你说的后有退路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 我事业是不成的 但是你看我结婚了 我这个功课完成了 或者接了我有成果了 我生孩子了 她有时候好像是这么一个 就像有点像考试每个题要打满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题没做好 你看我还有这一题 如果是你说到这个趋势变化 你刚刚讲那个你认识人 我正好是看到个数字 是这个天猫有她们的消费数据的统计 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在网上购买大家具 装修工具的人越来越多 单身女人买大型家具 而且是装修工具 然后而且呢 她们个人旅行的评次呢 也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 你以前你会觉得一个女的 她要结婚 或者要家有个男人 然后当然你现在这个 她可以有个退路 但是有以前很多情况 我们觉得她是不能够完整独立生活的 比如说你家具你怎么装怎么样 现在不是 现在原来看来越来越多单身的女人 她搞得定 然后比如说以前你会觉得 女人连出门一个人去电影院 看电影的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但现在她可以出门自己旅行 我觉得中国在变 中国真的在变 真的是 你老在美国 她们也就是聊 有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女性 其实你看她用这词啊 要叫我说她还是叫弟弟 但动不动说我是女汉子 对吧 那天我就跟一女的抬杠 我说你们都 就是咱们的妈妈 就过去干的这个体力活 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她什么时候女汉子 还有人说说美国那个妇女 有的妇女能跟男的一块盖房子 说他们也没说她是女汉子 我说您就自个儿提个行李箱上楼梯 你说女汉子 就是其实她还是有点叫弟弟 她还是觉得这个事应该汉子来干 所以她自怜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不对了 人家觉得自己是女汉子 挺高兴的 你干嘛要反驳人家呢 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对啊 就等于人家说自己 人家说自己爬上了黄山 觉得自己上了长城是个好汉 你说那算什么汉子 你叫人家王石 上西马拉了山 这还当聊天主持人 我的天啊 哎呀 你这 很多有什么女忏悔的 但是我是说啊 现在你看出现什么呢 我有时候觉得 有些人讲这个男女的这个权利的时候 很多女的现在抱怨自己找着的是渣男 对吧 可是你看最近我接触两个案子 都是这种啊 90后的就杀妻 动不动就杀妻 你看这个心理学家就分析啊 其实我现在就明白了 就是说咱也甭说男权女权 现在的很多家长教自己的孩子 要叫我说是教她做一个自私的人 嗯 对吧 就像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说我直男 哎呀我不承认 我可能有点直男严 但是我再进一步分析 嗯 我觉得我也不是直男严 我就是个自私的人 嗯 其实就是自私嘛 就想哎 你我又无限的自由 但是你呢 自由少一点 然后呢 你你你多次我次我 对吧 你你多为我牺牲 可是你看啊 过去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但是呢 她这种不公平 她至少如果全社会都这样 她也稳定 但不得不稳定 但是到了今天 你就发现没有 二十三岁的一男孩 也是这么教育长大的 嗯 二十三岁一女孩 也这么教育长大的 这两口子恰一块 那就是针尖对卖王了 嗯 对吧 这个我觉得你得把我当王子伺候着 那个你觉得你得把我当公主伺候着 嗯 甚至父母亲都这么教啊 你得教一个伺候你的 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 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权 她受很多诟病的原因 就确实是因为 她要的这个权力太太多和不清晰了 比如说这个高级点的女权 她知道这个要平权 那这个低低 稍微低一点 这是男女平等 那其他就是更低的 她觉得这个老公给我买包包 情人节给我转 520什么1314 就是她觉得这也是女权 所以就变成女的 什么都要 那其实很多诉求 并不是基于一个 这个社会公平的诉求 而是基于这个自私的诉求 但都被装在一个女权的框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恰好 也是为什么 其实她她不是女权 她其实就是自私 她就说是女权 她就不过 她不过